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呢 俄烏這個局勢 也真的是 全世界都很關注 那現在呢 美國情報總監開始說 普丁達對烏克蘭 採取策略越來越激進 那象徵俄烏專爭 短期內不可能結束 然後史托騰伯格 北約秘書長竟然說 未來五年要為烏克蘭 籌1000億歐的專項基金 匈牙利外長說 天啊這瘋狂行為 那代表說你覺得 俄烏衛衝突 未來五年還要持續嗎 然後烏克蘭最高顧問他說 歐姆你也要做出決定 把成年烏克蘭男性 遣送回烏克蘭的可能性 然後扎哈羅說 真的是叉叉叉的 然後呢 現在呢 因為烏克蘭這個 澤倫斯基 簽署了一個法律 就是要動員數十萬公民 那人到底從哪來呢 然後呢 庫列巴外長就說 好多男子到國外去 逃避兵役去了 不過他也坦承說呢 烏克蘭人員系統 50%遭受到破壞 然後因為沒有彈藥 士氣又低落 然後傳出來 他們就不斷的退退退 退出好多的城鎮 然後軍人說 我們都沒有支援 確實在很愚蠢的指揮下防守 看起來士氣也蠻低落 相反俄羅斯則是呢 大展大秀 這個是拿到了美國的武器 比如說M1 鮑2這些還展覽了 我覺得俄烏打到現在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說 現在戰爭的戰場態勢 已經完全不同 譬如說像很厲害的M1 跟鮑2 是用無人機 從上面最脆弱的地方 很容易就可以摧毀 那前段日子所打的 全部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傳統戰爭 甚至呢可以說是 主要把過去所累積的軍武 全部消耗完 是以前打到今天的 俄烏戰場的現況 而俄烏戰場的慘烈程度呢 可以從現在到未來開始盤點 以及西方國家開始計劃 烏克蘭重建計劃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因為兩年前在英國倫敦就已經開始 做烏克蘭重建計劃的大的招商會議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戰爭其實是一個好生意 不是只是軍工產業是一個好生意 是當你把一個國家打爛了以後 你要怎麼樣去讓它重建 別忘了現在的美國的610億里面 絕大部分的錢是給美國的軍火商 或者是給烏克蘭去買美國的軍火商 或者去維持重建美國的軍火存量 只有90億是借給烏克蘭的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想說 你一天只能打2000發炮彈 這個戰爭就是要讓你打 可是你不能打贏 你一直不打贏的結果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就好像我們在金門廈門 從開始有各種的40萬發的炮彈 最後變成單打雙不打 逐漸逐漸它這個戰爭 就會慢慢慢慢的安靜 而烏克蘭現在最大的面對的挑戰 是俄國有將近1000里的防線 1000公里的防線 那這1000公里的防線 它要用什麼方式去重建一個 可能不叫鐵幕 但是類似鐵幕的這樣的一條防線 否則的話 現狀就是就算你是用實際控制線 或者是de facto 實質停火 慢慢慢慢的它還是會變動 所以俄國會在這個1000公里的防線中間 會做些什麼最後的準備跟夯實 那接下來應該就會進入到 現狀在 澤連斯基完全不想接受的情況之下 就固定下來了 那可能最大的 我認為最大的一個這個變數 應該還是奧德薩 因為奧德薩 如果兩邊是有一個正式的停火協定的話 那奧德薩可以不必打 那麼烏克蘭還可以有一個出海口 但是如果沒有正式的停火協定 只是用實際控制的方式 讓它成為一個未定的界線的話 那奧德薩可能就會打 所以說像這些事情都還在發生的 此時此刻 如果我們要去看 俄國現在的底氣 跟烏克蘭現在的實力來說 歐洲無論說要給的500億 或現在要增加要募的1000億 或者是美國要給的610億 通通沒有辦法讓烏克蘭 達成烏克蘭的基輔政府 所要達成的目標 因此它最後慢慢慢慢的做 某種程度的改變 就會在我們眼前就會發生 所以說你看現在所有人 在講的這些事情 無論是說 以歐洲的角度 或者是以美國的角度來看 你再怎麼樣去制裁 都不會去改變這個現狀 因為這個現狀是 俄國除了傳統武器以外 它還有非常多的先進武器 也還有核武器 先進武器中間 包含了大量的無人機 所以烏克蘭可以用無人機 去炸大橋 去打擊俄國的黑海艦隊 那俄國也可以用無人機 去對烏克蘭進行殘酷的攻擊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50%的能源都已經消失 我們一邊在講話 一邊在等 馬上就會發生的世界上面 一個重大的事件 那希望這個重大的事件 藉著習近平主席 到法國去的這件事情 能夠有一些改變 因為不要忘了德國 法國跟波蘭 也做了一個微碼三角的會議 所以他們在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些非常複雜的地緣關係 跟國族主義的犬牙交錯中間 其實已經開始有了 一個一個的小聯盟 而這些一個一個的小聯盟 是跟美國所主導的北約 並不一致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在很近的這個未來 就會看到這些可能性 那如果我們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就稍微補一下 AUKUS跟法國現在在這個 西太平洋跟南太平洋的佈局呢 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在2023年 美國已經重新的去改變了AUKUS的計畫 大家都記得AUKUS最初的時候是說 要用英國去幫澳洲做核潛艇 所以才會有三國嘛 如果你是美國跟澳洲的話 就是兩國 所以你把英國拉了進來 但是AUKUS進來的時候 英國其實沒有這個能量 Roseways也沒有辦法提供 所以後來就改變了一個新的 叫做Optimal Plant 你在USNI上面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這個計畫裡面 是由美國去興建 那個Virginia級的核潛艇 也就是說呢 現在美國在 歐洲沒有很完整的解決之前 在亞洲他先做的是第一支柱 就是繼續用美國的Virginia級的核潛艇 商購的方式呢 替澳洲去建立這三艘的能量 再把日本跟韓國拉進來去做未來的網路戰 AI 無人載具 跟遠程的超高音速導彈的 這些的發展和研發 那麼在歐洲我們剛剛說 打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豪鉤戰 坦克大決戰 但是如果說在亞洲會發生戰爭的話 你會看到他戰爭的態勢 是絕對不一樣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軍力部署 跟他新的深藍海軍的實力 海空的實力 都是會大量的運用 AI的技術 電子作戰 以及新型的武器 無人載具 這些都會做一些新的整合 所以如果要在亞洲 維持它相對的軍事的強勢的話 美國需要去補的功課非常多 所以他現在計畫就是兵分兩路 一邊用Virginia class的核潛艇 來替代原來是英國要蓋的核潛艇 那這是在我抄下來一個日子 就2023年3月14號 直接修訂的計畫 原來是英國從法國搶來的 可是事實上是美國要用 Virginia class去蓋 那麼這個總共 將近350億的錢裡面 絕大多數是美國出的 那麼澳洲出的就是 10年期間的那個維護 人員 保障 基地等等 可是另外一個真正實的是 美國會去接近日本跟韓國 新的研發能力 但是就算美國跟日本韓國 做新的研發能力的話 在網路戰 AI無人載具這些地方 要能夠趕上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有的發展 就已經很困難了 如果要能夠在戰場上面 勢捐力敵的話 其實要補的功課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知道所有的領袖都在看 全世界會發生什麼情況 那麼第一個就要 顛顛自己的能力說 我這個戰爭打得贏打不贏 不要說在歐洲有沒有辦法打贏 在加薩能不能停火 在西太平洋地區 我認為美國現在是沒有底氣的 雖然它一直對台灣 做出非常強烈的保證 但是它如果有底氣 那麼AUKUS不會到今天 才要把日本韓國 搭進來作為第二支柱 對啊 所以美國現在想打群架 但是你打的群架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聯手的話 恐怕你也不是同一個量級的對手 尤其美國你現在身陷了兩場戰爭 另外一場戰爭 也是牽動全世界 待會你會看到 我們一直會有一個最新現場 就是習近平主席抵達到法國的現場 你可以看到現場已經有紅地毯對不對 等一下飛機就會抵達 然後有一些軍力的迎接 我們會隨時插播 但是大使你怎麼看 尤其是這兩場戰爭 另外一場戰爭 美國底氣在哪裡呢 哈馬斯現在有高官說 我們不能接受 沒有辦法徹底結束加薩 衝突的停火協議 然後指責納坦雅 就是個人力阻礙了我們的協議 然後納坦雅 現在還有信心說要連任 要連任下一任的總理 繼續領導這個國家天啊 另外他就直接跟布林肯說 我們還要繼續打拉法沒有條件 我們沒有先決條件 然後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呢 他還嗆說 聯合國你的日子不多了 美國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促成法塔爾跟哈馬斯 這個呢 世紀大團結嘛 這邊有進行談話 然後呢 你看到美國也出招了 說我們又有外交成就 Bomber說 他希望叫美國要為沙特呢 提供安全保障 然後呢也提到說 加薩戰爭結束之後 會幫助沙特跟以色列建交 然後也提到說 要求沙特 限制中國大陸技術 意思就是你要我的安全保障 然後呢你就一定要怎麼樣呢 要跟以色列建交 然後呢也不能用中國大陸技術 然後呢這個蘇利文甚至還說 如果沙也不能實現呢 關係正常化的話 就不會跟沙特簽署國防的協議 另外再來看到這個 因為學運延燒啊 連這個桑德斯就說 你這可能是拜登的越南 講的就是詹森總統 當年反戰的聲音 讓他也不能選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 美國挺以色列 挺到現在 拜登真的兩頭燒 然後呢甚至還有國際 國際的刑事法院說 要對以色列出逮捕令 逮捕納坦雅胡 就白宮直接說 天啊不可以這麼做 我們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 非常清楚不支持 對其實這個最近 最主要一個發展就是 哈馬斯的這個代表已經到達 這個開羅 對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戰爭的一些調停國 這個中間病 這個主要是卡達 埃及跟美國 三方作為調停者 在埃及跟哈馬斯的代表見了面 以色列並沒有派人去 以色列他的說法是說 除非這一次的這個 好調停有了具體性的突破 他的代表才會去開羅 所以現在是這個調停三方 跟哈馬斯的這個見面 那傳出來的訊息 好 那麼有正面有負面的 正面是說哈馬斯已經同意了 接受這個 以色列提出來的非常慷慨 非常好的 這是美國說的 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布林肯說的 對這個是布林肯談的 可是呢也有說 哈馬斯是不可能的 而且哈馬斯這個決定權 不是 他今天在這個怎麼講呢 在海外的哈馬斯代表 他如果沒有現在的加薩走廊 那個哈馬斯的這個 這個領導層的同意的話 是也不可能做出決定的 不過你要知道這個停戰 基本上是什麼呢 他只有40天 他不是永遠的停戰 那哈馬斯是要 永久的停戰 跟以色列對於哈馬斯 未來做出的明確的承諾 他才會同意這個停戰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中間 光從雙方的基本條件來 還有一定距離 還要還要往 那在這個時候呢 以色列也沒有對哈馬斯 就是說加薩走廊的 最終的安排 做出還有這個戰爭 是不是會永久停火 做出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怎麼樣 立場的表述 所以這個中間 我看還有很多的東西 必須要談 那麼為什麼這個時候 美國 甚至以色列 都願意 在這個時候派員去這個 這個埃及接受開羅 去進行這場調停了 而且包括哈馬斯 其實這個對各造都有利 對美國來講有利 對以色列來講有利 對哈馬斯來講有利 哈馬斯是希望能夠 好在戰場上 能夠獲得更多的 怎麼樣 一個好喘息的機會 那對美國來講的話 基本上如果現在哈馬 就是說這個 這個好 加薩走廊的戰士 就是能夠暫緩的 回過頭來 美國國內的這個怎麼講 他的這個反對這個 學運的 學運的 就會失去了一個 外來給他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那對以色列來講的話 以色列內部現在也是爭論不休 比如說他們要有關人質的部分 怎麼樣這個 怎麼樣這個要換取人質 也是內部爭論不休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以色列也很不希望 包括內塔亞胡 還有現在以色列政府的一些軍政收藏 被國際刑事法庭正式通緝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有眼前的 各方需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呢 這一場 這個好 這個怎麼講呢 一個調停就這樣進行了 可是從 我覺得看各種跡象來講 要在短期內達到很快的具體突破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啦 不過這一場戰爭 事實上的話 就跟這個Sanders最近講的很清楚 就是美國的 共和黨的左派的領袖 他講 這一場戰爭 這個好 已經變成什麼 拜登的越南 你知道拜登的越南 就想起來 當時美國的江森總統的越南 詹森總統的越南 詹森總統就是因為 其實他對美國的這個 在美國的這個政治發展史上 是有他蠻大的貢獻 比如說詹森簽了 簽了一個最重要法案 叫什麼 叫人權法案 美國人權的改革 詹森有非常大的貢獻 你知道之前 你說美國這個國家 還好意思講人權 以前在美國的南方 在這個南方的 在這個人權法案沒有簽的時候 這個廁所 基本上分 白人跟黑人的廁所 公共場所都是白人跟黑人的 然後更糟糕什麼 美國的公共汽車 白人上車做前面幾排 黑人上車前面幾排是不能做的 只能做到後面 然後呢 有些餐廳 黑人是不能進去的 這美國好意思講別的國家嗎 他這個種族歧視不公平 不平等待遇 在美國70年代的時候 在美國南方的個性 是普遍的狀況 可是美國人就是這麼厲害 他簽了人權法案以後 江森下來以後 Jimmy Carter上來 美國就搞人權外交了 他從人權的什麼流擊聲 突然就變成人權的模範聲了 還到處去要求 這就是美國 要認清楚這個國家 不過話說回來 今天這一場這個好 這一場戰爭 就是說以色列的戰爭 不管美國是贏家 還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拜登是絕對的輸家 拜登因為為什麼 這些有一些統計的數字很清楚啊 事實上在上一次選舉裡面 美國18歲到29歲的選民 60%都投票給拜登 都投拜拜登 可是最近的一片 最近的這個一個民調 已經造成造成什麼 整整體的支持度 35歲下選民 拜登只得到40%的選民支持 另外51%都支持川普去了 天啊那整個是翻過來 這是非常大的翻盤 所以另外7個搖擺州 通通支持川普 都不是拜登 所以拜登現在非常的急啊 如果說以巴的戰爭 不能夠暫時交交火的話 繼續打 或者這個誰啊 這內塔亞胡突然打起拉法了 那美國國內的選運 會得到很大很大的怎麼樣 刺激 那繼續升高的話 拜登還要不要選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 整個的這個希望停火45天 都是解美國 解以色列 解甚至這個 這個哈馬斯的燃眉之急 它不是一個 終極的一個解決辦法 它只是怎麼樣 這個在這個最困難的時機 讓大家喘一口氣 不過整個來講 就是說美國這個國力 事實上的話 這兩場戰爭 從俄武戰爭到以巴戰爭 事實上讓美國非常 非常非常受到極大的強害 那剛剛講到就說 美國9000億對不對 中國3000億 俄羅斯部1000億 整個中俄加起來 不過4000億的軍事預算 美國有9000億 那為什麼美國的國力 國際影響的也要繼續拉 其實我認為道理很簡單 就是美國 兩個原因 第一個 美國過去沒有那麼多敵人 而且沒有那麼好 利己而明顯的敵人 美國製造出兩個最大的 利己而明顯的敵人 它製造的 而且美國的盟友 你看出來 它跟什麼日本啊 韓國啊 菲律賓啊 澳洲 這都是既有的啊 既有的美國盟友 只是拿出來怎麼樣 就就是吧 就是說啊 拿出來冷飯熱炒而已 那事實上呢 美國的在中東 美國在非洲 美國在第三世界 美國在整個回教世界 美國在整個阿拉伯世界 過去還有它的盟友 現在都沒有 所以美國是什麼情況呢 美國是怎麼樣 美國再多的這些 國防預算 可是它的敵人 比過去增 它增加敵人的速度 預算增加數 沒有它的敵人速度增加 另外你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講到美國的國防預算 對 一個垃圾桶 一萬美金 一張椅子三萬美金 超貴的 這一種成本的話 你會覺得 那九千萬美元的 花出來的結果 跟中國的三千萬美元 花出來的結果 會有多大的好差距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 基本上就是 裡裡外外 都出了問題 對 裡裡外外都出了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習近平主席的這個專機呢 也有一些動態對不對 可以看得出來 即將就即將抵達到法國了 我們先不要進廣告好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 美國要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呢 中國大陸現在不斷的突圍啊 譬如說外交的突圍啦 科技突圍啊 等等的 長得6號已經在5月3號發射 要去背面去採樣了 然後上面還放了好多什麼 法國的偵測儀 歐空局也有 義大利也有 巴基斯坦這些 他們的一些設備也都上去了 代表怎樣 中國大陸可以造福這些 全世界的人類 然後另外再來看到呢 其實現在呢 亞洲的時報 韓國說 中國大陸在電子啊 IT影響力擴大了 韓國企業 在中國大陸競爭力已經下降了 然後呢 還提到三星啊 這跌機不斷的下滑 然後OLED面板 中國大陸現在也很厲害 然後呢 中國製造2025 我們不斷提醒 快要到了對不對 南華早報說 它已經達標達到了86% 然後就代表美國的關稅 跟制裁根本無效 以前啊 飛機 汽車 機床 晶片這些來自西方 現在中國大陸製造是高品質 高科技跟高價值 這個 那個太空的部分 美國本來就沒有辦法圍堵了 而且它還立了一個法 不准跟中國合作 布爾夫 它法律要修啊 對啊 不然NASA不能跟中國合作啊 對啊 誰叫你自己要立的那種法 對不對 那其他 事實上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是登在CEP 那是歐洲的雜誌 它就說事實上我們現在應該要 重新認知中國的經濟的實力 它說美國我們說它是軍事上的超級大國 第一名等於後面九名的總和嘛 他說中國的工業製造的能量 事實上也是世界超級大國 因為它的製造能量是後面九個國家的總和啊 他說這樣理解會比較準確啦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啊 美國打貿易戰為什麼會打到自己 因為你就是沒有認知到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那個能量大到這個程度 是啊 坦白講啦 中國大陸跟美國比拼軍事 他也只有求第一島鏈的近海防禦啊 又沒有要去打 又沒有要跟你比全世界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只比近海防禦 當然美國漸漸感到不支嘛 對 可是美國你現在 現在是幻想你要去制裁中國的整個工業的製造能量 你當然會失敗啊 因為你現在就看到它在方方面面 只要有技術上的突破就 就打壓 就犯到全世界去了 對 就犯難到全世界去了 因為它的產能太大了 之前你看到的是各式各樣啦 從那個玩具啦 紡織啦 成一啦 這樣一路上來 它只要做什麼就 就低 就價格破壞嘛 對 那就迅速被突破 然後第三世界就得到福利嘛 那這是好的啊 這是好的啊 可是 美國就希望這樣 以前你如果做中低端 是好的啦 對 他做了中高端 就不好了 挑戰到 他們認為該有的價值鏈的地盤 那他就覺得不好了 而且 因為這個東西是會外溢的啦 對 就當你做到中高端 然後 坦白講那個 經濟的東西是 沒有辦法像政治這樣預測的 是 它有很多因素 堆疊就會有創新 那就會產生新的產品 新的領域的突破 那 美國就發現怎麼會這樣 整個科技的局面 就不是他所認知 或者所預期的這樣 對 所以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你看我們不斷提醒 中國製造2025即將到來了 達標率86% 只有EUV差一點點 不過呢 中華大陸造船是美國200多倍啦 C919 北斗啦 航太這些都 非常棒 然後呢 蘋果在這邊 被說 在華銷售量大幅下降 Q2的時候營收900多億 然後比去年下降4.3 大中華下降了 下降了大概8.1 然後iPhone下降了 然後呢 但是庫克說沒有啦 中華大陸真的競爭很激烈 我們無懼對手 還說要推出AI啦 然後呢 他也要買這個庫藏股 1100多億的美元 但是呢 i16被說你曝光 但是亮點在哪裡 第一個就說你啊 無限擴充的這個功能變薄了 更強一點點 然後呢 就說邊框多加了拍攝的按鈕 這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 了不起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先拿蘋果來說 剛才亮哥講了說 中國大陸製造的東西呢 叫做泛濫到全世界 而且價格破壞 這絕對就是西方的主流的看法 那麼拿蘋果來看的話 他面對的不是價格破壞而已 等一下我先插播一下 習近平總席到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他牽著夫人 彭麗媛女士呢 緩緩地下飛機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儘管我覺得法國好像有點下雨對不對 不過呢 現場你可以看到熱情啊 好多人都期待 要看到習近平主席抵到法國的這一刻 這是習近平主席呢 睽違了五年再次訪問到法國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領導人來到了法國 然後你看 法國這邊也是高規格接待 然後他們部長級的人士呢 這是新任的 非常年輕三幾歲的 他們的官員也抵達到這個地方 跟習主席來會晤 現場有下雨對不對 但是呢大家都非常的熱情 然後撐著傘 然後待會習主席 今天沒有說特別的行程 但是明天呢 他即將就會有一連串的一個活動 好那待會呢有什麼更多畫面 我們會持續摟在這邊 然後讓大家看到最新的一個狀況 謝謝你有沒有再幫我們補充一下 剛剛的這一段 我回頭去講 你拿蘋果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蘋果面對的不只是華為這些競爭對手 在價格上面的直接競爭 更重要的 它是在技術創新上面直接對壘 所以不是過去的所謂的價格破壞 其實是技術創新 這兩個加成起來 使得中國製造2025變成一個可怕的敵手 並且呢在中國製造 跟中國標準的下一個計畫中間 現在又做了一個橋 這個橋是在2024提出來的新值生產力 把中國大陸的發展的路徑做得更明顯 就是說2025的這個中國製造 是把很多原來的外國所提供的東西 做了國產替代 那麼到了同時能夠在出海 在國際上面競爭 那麼到了新值生產力 以及到中國標準的時候 絕對就是在技術跟領先標準上面 直接的創造一些新的可行的這個模式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難怪蘋果要用回購1100億 它的股票去支撐它的股價 因為它在創新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沒有提出新的創新 所以它又不能夠在價格上面 做太多的調整 所以它在價格上面沒有調整 技術創新沒有辦法 去競爭的情況之下 它用的是資本市場的工具 股票回購來支撐它的股價 那事實上過去6次最大的股價回購呢 都是蘋果 而且蘋果現在已經正式放棄了 進入電動車的市場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 今天美國想要圍堵的這個國家 史蒂格里茲最近在 Financial Times講得非常好 他說不是中國的貿易違規 而是美國的戰略錯誤 我覺得它的錯誤就是 它好像我們講的歸途賽跑 美國遙遙領先 它就知道我現在睡一下好了 它覺得中國大陸就是幫我們做 這個中國工廠的 所以我就慢慢你發展一點也可以 可是它沒有想到 這個勤奮的歸途賽跑裡面的 這個後發者呢 一步一步的 當它越過了前面正在睡覺的 兔子的時候 它變成贏者歸了 它變成一個Ninja Turtle 它就不是一個以前的 只是在價格上面跟你競爭的 而是變成有力大無窮的能力 去不斷以科技研發的 所以這個新的競爭對手 就是史蒂格里茲他以前一直說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中間 他說對於全球化 對於很多後發國家是不利的 但是中國打破了這個後發國家的魔咒 以前的很多後發國家 他們要做國產替代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成功 因為前面的這些大的 西方的這個經濟殖民的國家呢 不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間 能夠有足夠的利潤 好 那現在我們回頭說 假定你是傳統的問題 那麼當然在西方所謂的 全球競爭的結構裡面呢 是反傾銷 反壟斷 你傾銷不可以 壟斷不可以 可是現在你會發現 不再講反傾銷 反壟斷 它現在講的是產能過剩 那這產能過剩呢 要再加上技術封殺 這兩個事情 那反傾銷 反壟斷 其實可以用錢來解決 譬如說你太便宜了 所以我加稅 或者是說更簡單的一個方式 如果我是比亞迪 美國你覺得我賣太便宜嗎 好啊 我們做一個 美國的特殊版 那這個美國的特殊版呢 就符合你美國的價錢 那我就可以多賺一點嘛 對 所以說 它如果真的要反傾銷的話 那可以有一個美國溢價 就是為了你美國的市場 覺得我太便宜 我可以把我的價格提高 來符合你的要求 那我的利潤也可以增加一點 那你又不一定要 加稅讓你的消費者去承擔這個部分 所以反傾銷 反壟斷 傳統上面你可以用價格就是 性價比跟價量 這兩個東西呢來做調整 可是若是現在的罪名 叫做產能過剩 那就沒得調了 因為以前所有西方 這個G7的那些國家 他們全部都是出口的 那你可以說他們那些 叫做產能過剩嗎 那以前你出口可以 現在我出口不可以 另外呢叫做技術 以前叫做剽竊 現在已經不講剽竊了 現在就直接說你這技術不可以 這樣包括FCC現在要說 中國大陸的無線通信的技術呢 我拒絕給予他認證 也就不是說你偷了我的東西 而是我就是不讓你進來 所以他完全就是 非關稅性的反對 開放市場的這些阻礙呢 他就全部都寄出來了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辦法 這種罪名沒有辦法 用價格的調整來解決 我剛才當然固然就是在 像講笑話一樣說 如果美國嫌我的東西太便宜 我可以更貴一點 那麼可以有這個底氣說 我可以更貴一點 還可以賣到你美國市場 就是因為有科技領先 跟科技創新 否則的話大家都知道 價量中間呢 你貴了你的量就可以下來 然後美國就可以達成 減少這個傾銷 然後就保護本國產業的那個目的 但是問題是我現在是一個 高度特殊性的有規格性的 譬如說華為現在的手機 或者是其他比亞迪的電動汽車 那麼它沒有在量價中間的絕對關係 因為它其實在上面可以增加更多的利潤 它可以在美國賣更貴 或者是它可以賣特殊的這個構型 而美國的消費者只要是將來 繼續去推動新能源汽車的話 還是會去購買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更好的選擇 更好性價比的選擇 所以我認為在價格上面 以及在科技創新的這兩個加成效果 使得美國現在無論要祭出什麼樣的 反傾銷 防禦壟斷 在關稅或者是其他的貿易壁壘來說呢 都很難達成真正最後的成效 當然電動汽車是要看有沒有真正的 像充電樁 如果沒有這些基礎設施你不行 否則的話就算你祭出了 對比亞迪的3000%的這些關稅呢 會不會有其他的國家去做平行輸入 或者其他的個人 會自己用其他方式帶入呢 如果他希望一個更好的車 我們在亞洲的人都曾經經歷過 在這個關稅在車的產業 是200%或300%的情況之下 那種大量的平行輸入的那一段時候 那現在是不是中國大陸 在性價比非常好 同時科技創新的這些產品 會反向的像過去的老牌強國 成為了一種不可 成為一個大家會選擇的首選 而不是只是一個便宜的選擇 那同時呢還是可以用他原來希望的價格 去提供給其他的全球南方 使得全球南方也能夠獲得物美價廉的產品 那這樣難道不是在全世界來說 是一個公平的equalizer 就讓大家更為平等的一種貿易的可能性嘛 所以今天我們一邊在談法國 主要在談法國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說過去西方所創造的 全球化的這個貿易制度 事實上他完全沒有想到 會有一個贏者歸 忽然之間變成非常大力的 厲害的去搶奪了原來他自己認為 是他們所獨享的科技創新的高度溢價 就是Premium 可是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這個時代已經來臨 史蒂格里茲說是美國的戰略錯誤 而並非是中國的貿易違規 對 我們現在已經2.4萬了 廣告回來請大使好好再來分析 這個華為他的新品發表會 結果居然跟這個蘋果同一天 那還有人想要看蘋果的嗎 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有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有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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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